大家好,2022年10月25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第529期睡前消息 现在我们睡前消息编辑过的大多数同事都进入了感染高峰期 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家里休息 我也只能在家里来录这期节目了 请敬礼远程介绍话题 12月上旬,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为明年设置了8580亿美元的军费 比拜登政府的预算还多了450亿美元 显然对中国构成了潜在压力 而这部法案还包括了一笔对台湾的100亿美元军事援助 主公,1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美国政客真的打算给台湾100亿美元的物质援助吗? 我的同事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法案原文 认为这次美国议会提出100亿美元的数字 不是精心支持,不是扯皮的筹码 而是美国统治集团的确达成了共识 真的要提高台湾的军事能力 根据美国的宪法 国会管钱对所有的大额支出有最终否决权 每年美国统治集团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讨论联邦预算怎么分配 但是按照政治惯例 每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都是对外展示团结的时候 就算两党的政策斗中再激烈 也一定会通过国防授权法 今年也不例外 国防授权法案本身并不是预算案 而是给防务支出设置一个大概的范围和上限 具体每个项目最后能有多少钱 还要看行政机构编制的预算和决算表 但是差距一般来说不会太大 至于说为什么对台湾的原住条款 被加到了国防授权法里 这也是美国政治的一个传统了 政客们喜欢把一些私货 塞在优先度很高的法案里 一起表决过国安 国防授权法是极少数每年都肯定会通过的法案 所以更是搭便车的重载区 这次所有涉台条款的主要内容 都来自于之前的一部法律草案 台湾政策法 今年9月15号 台湾政策法在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以高票获得通过 但即使遏制中国大陆 已经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政治共识 台湾政策法仍然有很大争议 美国的行政机构一直表示 其中一些象征性的内容过于激进 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公开破裂 所以虽然议会的外交委员会 已经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但是整个法案一直没有拿到全部的议会去表决 现在看来 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加入原路台湾的条款 说明美国政客们应该在私下进行了讨论 决定进行技术解决整 继续在台海问题上采取切香肠战术 分阶段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压力 在国防授权法之内 和台湾相公的条款 基本上就是台湾政策法 只是删去了一些象征性的条款 同时在末尾增加了几条限制 表示不会推动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不会承认台湾独立 也绝对不会授权美军自动干涉台海 这大概是美国政府担心局势失控 加上的一条安全法 至于说其他的实质性内容 可以算到台湾政策法原始条款的翻版 甚至是加强版 原来的条款规定 对台军员的规模上限是四年四十五亿美元 最后国防授权法案批准了五年一百亿 从明年开始 美国国务院可以每年向台湾提供最多二十亿美元的军事赠款 如果当年被用掉 余额可以转到下一年度 目前批准连续拨款五年 但是一百亿美元军员额度如果五年没有用完 还可以在十年之内用 如果国务院不浪费额度的话 这意味着台湾将成为目前美国的第三大军员内向 紧遂于乌克兰和以色列 乌克兰正在打仗 他拿到的援助基本上都会在战场上消耗掉 以色列常年处于消耗物资的准战争状态 只有台湾周边没有常态化的对抗 大多数援助都会变成竞争的军事实力 另外 该法案还批准向台湾提供最多二十亿美元的军事贷款 在军事优先度人员培训物资储备 紧资调拨各个方面提升台湾的待遇 已经把台湾看作一个非北约盟国了 这是1979年美国外交人员和军事顾问撤出台湾以来 美国首次公开与台湾恢复大部分军事合作 中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能把援助法案看作美国常见的政治扯皮筹码 另外自从二战重建阶段结束 除了有特殊关系的小公以色列之外 美国给盟国的大额援助基本上都是要给比较落后的经济体 毕竟援助也要将水中送炭 轻易不会锦上添花 尤其是最近几年 美国政策最喜欢的宣传口号是美国优先 大趋势是削减对岸援助 发达经济体更是拿不到达尔的援助 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一次许诺给台湾100亿美元的援助 相当不一般 台湾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而且最近几年经济发展相当不错 第522期税盐消息的标题是 台湾人均GDP超寒赶日 我不能把台湾再看到一个边缘性地区了 10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 在台湾有力是值得所有人重视的军事力量 台湾当局在华盛顿一直有强大的游说集团 为什么这次能发动美国政客给100亿的援助 今年给的援助额度和台湾方面没有关系 是美国整个亚太布局的一部分 台湾当局之前在美国砸钱 游说政客主要的目标都是外交方面的小动作 以及放宽军售范围 希望能够自己出钱买一点东西 至于说10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想都没想过 完全是美国硬塞过来的 当然台湾方面也不会不要 可以说 这次美国援助 既是要增强台湾军方的物质力量 也是要直接插手台湾的军事体系 对台湾海峡局势保持主动的操控能力 之前台湾当局按照自己的计划建设军事力量 美国对强度和进度都不满意 所以决定拿出100亿的援助 直接插手台湾的军事建设 甚至是军事指挥 根据美国的法案条文 全部军员资金85%以上 必须用于购买美国的装备和服务 同时法案还明确规定 美国政府军方和情报机关 必须与台湾的对应部门建立联合协调机制 联合进行培训演习和计划活动 换句话说 台湾拿到这100亿美元的军员 就要按照美国的安排 制定和实施全岛的军事建设计划 开放各级军事机关的指挥链 让美国全面深度介入 甚至直接掌握部分实权 这样一看 美国的100亿美元援助 又算是小钱撬动大笔资金的杠杆操作了 台湾作为发达经济体 虽然不是特别穷名独武 但是军事上花钱也并不少 根据台湾当局的预算 2022年的防务支出是3600亿七难币 差不多是120亿美元 这还不是台湾的全部军事花费 在120亿美元之外 美国防部主管预算 特别预算和非营业基金加起来 还有几十亿美元 一年的总量达落了170亿美元 占了GDP2.2%左右 放到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北约内部 都算是重视军事了 但是美国还是不满意 近年的多份半官方报告透露 美国军方和证件都认为 和大陆的军事建设相比 台湾的对抗准备严重不足 这次美国议会法案条文不仅给钱 还很具体的列出了 13个台军需要加强的装备和建设领域 同时指出 台军现役和后备部队人力严重短缺 训练也不充分 事件消息182期 分析过台湾扩充军队的计划 当时我们说 这是台北伟政权近40年来 第一次大规模扩军 原因是21.5万的编制从来填不满 实际上只有17万左右 最近几年 台军宣称 主力部队识变率普遍达到了9成 但是媒体普遍不信 至于说训练水平 台军除了少数的精锐部队 大部分单位都受批评 作秀弄假风气严重 过去几年也缺乏 跟进现代战争模式的改革 所以美国简单粗暴的 给出了解决方案 加钱 除了许诺援助100亿之外 还要求台湾自己也加钱 雇更优秀的人手 短期内的军费要达到GDP的3% 台积电的经济增长 不能只用来改善名声 3%的军费 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心理界限 韩国的人均GDP和台湾相当 2020年军费占基地率的比例 是2.85% 对于主要的假想离朝鲜 已经具有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常年准备对抗印度的巴基斯坦 军费比例是4% 而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地区强国 都有接近3%的财富 用于军队 最好的例子是乌克兰 2014年之前 乌克兰的军费支出比例只有1.5%左右 丢了克里米亚之后快速提高 到了2020年超过了4% 事实证明 提高投入的确明显改善了战斗力 今年2月份到3月份 乌克兰基本上以自己的力量 对抗了俄罗斯绝大多数军军 基本上维持了战线 也守住了基辅和哈尔科夫 和其他有战争风险的地区相比 台湾的军事防御方面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200多公里宽的海峡 既是需要越过的障碍 也是给防御一方预警的平坦地貌 所以美国认为 让台湾把军费比例提到3% 再加上100亿美元的军火 足够应付解放军的压力了 过去几十年 台湾和大陆的人均经济水平差距 比现在要大得多 技术上更是有明显的优势 台湾1994年开始量产 IDF三代级的时候 大陆方面连引进的 索二期生产线都没有 整个90年代按照汇率折算 台湾的军费几乎和大陆相当 某几年甚至高于大陆 所以当时美国对台海局势很放心 认为台湾只靠自身力量 就能保证海峡两岸的军事平衡 美国可以随意选择 介入两岸对抗的时间和方式 拥有最大的战略自由 最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完全颠覆了20世纪末的局势 解放军的力量 开始逐步抵消海峡带来的防御作用 虽然还没有快速压倒台军的100%把握 但是一旦转入正式对抗阶段 留给美国做决策的窗口期就非常短了 参与就要等于全面介入 犹豫就要等于抛弃台北的伪政权 这实际上剥夺了美国的战略决策自由 这是美国政客不喜欢的局面 过去一百多年 美国统治集团的全球战略 就在西半球保持世界最强弱的身份 对于东半球的欧亚非大陆保持积极干预 但是轻易上不会全面介入 如果欧亚非大陆出现了重要的格局变动 美国必须保有多种战略的选择自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的选择自由本身就能扭转欧亚大陆的局势 现在美国虽然要遏制中国发展 但也不希望只有打仗一个方案 如果能像冷战压制苏联那样 用威慑和讹诈就牵制了中国的大多数军事力量 那是最好的选择 反过来说 中国经济现在也高度依赖于欧美的基础转移 军事上没有把握对美国的快速干预免疫 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中国也会选择维持现状 这就是美国敦促台湾提高军事投入的意义 增加美国的决策自由 同时也增加中国大陆决策的不确定性 从财政和人力前证来看 台湾确实还有大幅提高军费扩张军队的空间 冷战时期 台湾曾经维持过超大工膜的部队 1964年 台湾地区的人口1250万 台军兵力是61.2万人 动员率接近了5% 这是其他国家在世界大战时期才会达到的水平 为了维持这支军队 从1951年到1965年 台湾军队占了GDP的比重 一直到10%下浮动 在没有全面战争的年代 这是全球的最高纪录 在五六十年代 台北伟政府养了这么多军队 还能坚持下来 完全是依靠美国援助 根据美台学者统计 1951年到1974年 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军事援助 总计达到了30亿美元以上 其中1965年之前有24.5亿 基本上都是无偿赠款 而1965年前后 台军每年自己的投入只有2亿美元左右 70年代之后 台湾经济高速起飞 1959年的GDP还不到15亿美元 1989年已经超过了1500亿 自身的财力也跟着成长 对美元的依赖迅速降低 1974年 美国结束了对台无常军员 当年台湾军费占GDP的比重是7% 到了1988年下降的5%左右 但是绝对金额已经和大陆基本相当 之后是台军的黄金十年 军费和十亿人口的大陆相当 站在美国的角度看 21世纪初 台军的底子比较厚 就算武器暂时不更新也没问题 但是最近十年 大陆的先进机制力量大幅度提高 而台湾实际上废除了征兵制 绝对实力停滞 甚至在下降 在美国看来 这就是台湾在美国霸权上大便车的行为 必须买更贵的票才能继续留在车上 但是美国也不会只给压力不给好处 所以就有了100亿美元的援助 2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美国投入援助之后 会希望台军做出哪些改变 大多数经费肯定是用来买美国武器的 但是最关键的地方 还正用军援促使台湾实际扩军 这次的援助大章显示 美国要求台湾放弃争夺制空拳制海拳的想法 同时加强预备役 充实现役部队 准备依托本岛防守 这其中可以看到浓厚的乌克兰经验 就是防御一方 依托现在的混凝土城市和充足的人力 可以顶住精锐 但是数量不多的进攻部队 当然这种战术的代价很大 并然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乌克兰是冷战以来最能打的盟国 而且的确击退了 传越旅士国的陆军主力 复制乌克兰经验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更多更好的复制这一经验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 在通过军援法案之前 美台肯定已经有了私下沟通 很可能达成了一些秘密交易 随着援助进度逐渐推出 下半年一些台湾媒体陆续报道 台湾当局已经制定了计划 要把台军的总名利扩大到26万 比现在再增加5万 防务部门负责人正式宣称 希望年底之前能够公布兵役延长计划 据信他们要把义务兵役时间 重新延长到一年 用几倍的规模加强了2020年的扩军计划 就在几天之前 台湾当局还放出了明年的防务预算计划 超过5800亿新台币 比今年猛增了14% 又超过了美国2020年的军费增加速度 如果解放军不对这些挑战 做出有效回应增加物质力量的话 接下来解放军的战略行动自由 一定会受到限制 另外本周小代同学也不太舒服 所以周末的参考信息节目暂停更新 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讯 央视新闻12月20日报道 国家要预警局宣布 目前主要的推烧药物 比如说布洛芬 对一线安吉分制造企业的逐步释放产能 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不是能够买到推烧药 另外这条信息也说明 对于当前的推烧药需求高峰 企业和管理部门并没有事先储备药品做应对 而是在需求高峰出现之后 才开始挖掘工业潜力 这里我转发来自安徽观众的一份提醒 他提到 我们的天然气和煤气管道都通过臭味剂 做最后的泄露警告 而臭味剂能够生效 前提是普通人的嗅觉正常 最近新冠肺炎全国普遍感染已经必然结果 一家甚至一个单元的人可能会一起感染 一起进入感染的嗅觉丧失期 煤气泄露可能成为额外风险 考虑到全国的总人口接触 这份担心很有实际意义 如果是嗅觉失灵的观众 还是要多检查一下自己的煤气阀 同样是12月20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宣布 立刻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从历史经验来看 这对阿富汗的人口增长率来说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相对自己的经济和农业来说 阿富汗的人口早就是过载状态了 牺牲女性教育权力换来的人口增长率 将来可能意味着更大的灾难 12月22日 乌克兰战场出现了一次 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高科技战斗 就在泽连斯基访美发表演讲的时候 俄罗斯前总理加航天局长罗格金带队支援前线 根据之前俄罗斯发表的报道 罗格金带的团队名字是沙黄狼 狼团队在距离前线几十公里的一处酒店住宿 当天为罗格金的生日举行了一个小巡宴会 乌克兰发表的榴弹炮 准确命中了举行宴会的咖啡厅 罗格金身上嵌入了多块蛋片 其中一块打中了脊椎 副总理官员在正面战场受重伤甚至死亡 这是世界大战都很少见的现象 而罗格金作为前航天局长来到前线 也是要给一线部队提供航天技术知识 寻求对抗北约的卫星通讯和侦察优势的方案 现在乌克兰发表的远程精确设计表明 这场对抗的第一局他就输了 这应该就是普京不去一线视察的原因 感谢大家收看我在家里录制的529期视线消息 下一期节目我争取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同事一起工作 无论如何祝大家身体健康 只要地球不停转 我们的视线消息节目就要争取正常中心 我们530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